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感恩节啊 一首感恩的心送给同学们 要从天知道 我不忍受 感恩的心 感谢你 把握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 感恩同学们 感恩遇见啊 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感恩同学们 好 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声乐学院的正式课 今天是咱们课程的第19节课了 老师在这里欢迎各位同学们的到来 有同学问17课直播没有听到 可以看一下回放 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回放 那么各位同学们 首先呢 杜卓尔老师呢 在这里要跟同学们说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两节课 咱们这个作业是没有办法提交的 因为这个系统的问题 咱们这个作业暂时是不能提交了 所以老师呢 可以在咱们 上课之前的这几分钟 来给同学们解决一下 咱们同学们在完成作业的时候 所遇到的问题 虽然呢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提交作业 但是呢 杜卓尔老师也依然希望 各位同学们呢 都能够坚持去完成作业 好吧 因为你完成作业的时候 你上课跟老师唱的事肯定是一个状态 那么在完成作业的时候呢 肯定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 还要坚持完成作业 然后呢 你可以在上课之前 给老师把你在完成作业的时候 所遇到的问题提出来 然后杜卓尔老师来帮你解决问题 好吧 同学们晚上好 圆圆英 圆圆英已经是 咱们老师看到的现在都是老朋友的名字啊 我还记得体验课的时候 就跟圆圆英好像有连过脉 包括刚刚上课的时候 都有跟圆圆英连过脉 初秋的天空啊 飘飘同学啊 这些都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 北京慈欣同学 老师看到同学们正在陆陆续续的 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那么如果啊 咱们同学们 咱们班同学还没有来的 可以在班级群里互相转告一下 咱们的课程还是会在7点钟正式开始啊 同学们可以互相转告一下 按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上课 我们班的上课时间是在周一和周四晚上的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啊 无论有没有班主任老师跟您沟通 您一定要在周一和周四这两天的晚上7点钟准时来到杜权老师的直播间 那么周一下午的5点到6点钟呢 是咱们的作业点评时间 各位同学们都不要错过啊 即使班主任老师没有通知您来上课 您也要按照您的课程表准时来到直播间 杜权老师在直播间等各位同学们 有同学说进步了不少 好的大家有进步就好啊 那么上节课呢咱们学习的是 咱们学习的是一个横隔肌的控制 什么是横隔肌呢 横隔肌其实就是咱们双手插腰的时候 这个你插腰时 你腰两侧的肋骨两侧的肌肉就叫做横隔肌 如果想要你的横隔肌控制住你的气息 那么我们要经常去做一些气息的练习 像吸气吐司啊 包括尚内科主任老师给大家的这个 三个母音去变化的一个发声练习啊 这样每一次坚持着两组三组甚至五组 有助于咱们气息的一个巩固 你的气息也能够越来越长 包括啊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有了气息的支撑 那么咱们在去唱的时候 是不是才能够运用的自如呀 那么上节课呢我们学习的歌曲是 马依拉这首歌 下面的杜兵老师还是先带着各位同学们 我们来对上节课的歌曲进行一遍 进行我们来进行一次复习和巩固 我们先完整的来一次 好吧马依拉这首歌 咱们先完整的来一次啊 同学们咱们在完成作业的时候 可以有什么问题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上课之前给这边老师提出来 啊亲丝母琴也满上考 好 咱们MP第一个时候就要 早准备啊 是的我是在加在加在加给大家上课的 咱们都叫我买了 诗人买了 牙齿摆上以后 喝手买了 高兴时唱上一首歌 好感谢同学们的点赞啊 刚刚这一次大家有跟得上吗 在唱民族歌曲的时候啊 上节课我们唱的这首马 马依拉歌曲的时候 你看这首歌就写在这里了 你在唱的时候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热情活泼的状态 所以大家在唱的时候速度千万不要拖啊 欢迎同学们老师看到同学们正在陆陆续续的 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 今天也是感恩节 感恩有同学们的陪伴 感恩遇见啊同学们 来我们再来完整的来一次第二段 在唱的时候把整个情绪调动起来 咬字口腔声音位置包括气息 你横隔街的控住 我们给它控住啊 准备从第二段 我是 声音走 我稍微慢一点好吧 来准备一备走 我是我的母娘 你叫我一郎 啊 白首吉思丝面上 绣埋了玫瑰花 高兴师尚上一首歌 喊起咚咚啦咚咚啦 谁的歌声来和我的下样 好 今天听杜源老师的声音有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变化 我感觉这个声音 今天的这个 老师其实上课 咱们有没有发现 有些比如说我们在一些网络平台上 看到的一些主播用的声卡 能给声音进行美化 然后唱的时候能够费力一点 但是我们专业唱歌一般用的声卡 最好的声卡是什么样呢 就是能够还原自己最本质的声音 就是好声卡 所以我感觉我今天的这个声卡 就是太还原声音了 所以我感觉我唱得非常的吃力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就是全部都是由我的 我的这个腔体来唱的 对不对 有的人说那个贵呀 我跟你们说 其实并不是说好的 就是能够美化你声音的 这个声卡就是贵的 真正好的声卡 是能够还原 百分之百还原声音的 这才是好的声卡 好吧同学们 那咱们话不多说了 正式开始咱们今天的学习 开启咱们第三阶段的第十九讲 气息精品训练课程 今天这堂课呢 是咱们的第十九课 节课了 今天通过这堂课 杜绢队老师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 唇颤音与肚子的平衡训练 各位同学们 之前呢 咱也有提过唇颤音 但是呢 各位同学们 在做的时候 唇颤音在去做的时候 是不是 感觉到有时候 在你是一个非常 有些紧张 没有是百分之百 放松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唇颤音 是做不出来的 有这样的情况吗 这也是很正常的 欢迎各位同学们 欢迎春意 欢迎袁尚峰 欢迎刚刚进入到 直播间的 金听天和同学啊 进来我们就赶紧 马不停蹄的 跟着杜绢队老师 咱们学习起来吧 今天呢 杜绢队老师要着重的 给大家讲一下 唇颤音与肚子的平衡训练 但是我也要强调一下 并不是说这场这堂课 我们整个一堂课 都是一直做唇颤音的 那不可能 这堂课 咱们要一直做唇颤音 下来之后啊 这个嘴巴累死了 嘴巴一直就是麻麻的感觉了 好吧 那么其实啊 学习取唇颤音 练好唇颤音 是咱们声乐学习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好的一个唇颤音 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是做的一个唇颤 那么当你把唇颤音 做标准了之后 能够平稳咱们的气息 你的腰腹这一块控制住 对不对 那么也能够放松 咱们口腔的这一块肌肉 还能够给咱们的一个唤声点 进行一个平滑的一个过渡 就像咱们有些 同学啊 这个音是咱们的唤声点 对于有些同学来说啊 这个点是咱们的一个唤声区 那么你要怎样去 软滑了去过去了 那我们先要这样 也许你真声唱着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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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个唤声区的时候 我用我的大板腿 唱起来有点费劲 但是如果我用我的一个打鼓 先去带这个腔底 这个位置的话 你再去唱的时候 就能够容易一些了 对不对 同学们 来跟着老师 我们一起试一下 做唇颤音啊 首先呢 我们先来做一个口部操 我们先来做一个口部操 进行放松 让咱们的整个身体放松 好吧 身体放松 你的嘴巴放松 因为如果你的嘴巴 没有放松的话 那么咱们的这个唇颤 也是根本打不出来的啊 来同学们 跟着杜颤老师一起 我们来做一个 好 这些动作啊 像都是我们学习 声乐 声乐表演 继续继续练的 因为你唱歌 就运用的是这一块 你要先要 你这一块放松 来同学们 给老师做 反方向 好 肩膀 然后我要把它们打开 往后打开 rumping grooving dancing everybody ruling moving singing and dedi let's 转 然后 手指往后打起来 嘴巴出起来 领舌 踏圈 舌头抓了吧 手指往后打起来 双唇打响 双唇打响 好 放松了之后啊 咱们再来做 让你的身体放松之后 现在咱们来做 这个唇颤练习了 咱们可以啊 如果说您直接可以做出来的话 就直接这样 老师给大家写出来了几个步骤 第一步呢 您可以把您两颊两侧的这个皮肤 这个肉 欢迎小易啊 拖起来 咱们把这脸颊两侧的这个肉轻轻地拖起来 然后发出 咚咚咚 去发咕这个音 咚咚咚咚咚 然后呢 这就是练习咱们这个肚子与唇颤的平衡了啊 你一定要在做之前先吸好气 我的声音停止之后 我的肚子再卸下来 来准备啊 拖起皮肤 吸气 让咱们这个气息平衡的出来 那么第四步 老师为什么写出来是声音位置里啊 声音啊 你要感觉这个打都是高位置出来的 这个啊 叫做咱们的一个共鸣点 你要感觉你的声音往这里走 再来 那么做到这几步之后 咱们就可以去应用到歌曲里了 比如说上节课咱们学的马依拉 来咱们用上节课的马依拉 我们来试一次啊 吸好气 如果啊 咱们还有没有做出来打都的这个 没有纯菜没有跟得上的吗 没有跟得上的 给老师打一个数字一 吸气 吸保气 我会了 可以了 吸好气之后啊 如果啊 你的嘴巴这块太紧张 那么你做出来一定是累的 可以把脸颊 把两侧的皮肤轻轻轻的推起来 然后说 富贵平同学是咱们这期的学员吗 您今天是该上19课的学员吗 富贵平同学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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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直播间的都是正常上19课的吧 应该没有咱们周二周五上课的同学们吧 是吧 诶 那那今天已经16节课了 这个打都还没有做出来吗 今天这堂课啊 老师会着重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如果说啊 今天还没有跟得上来的 咱们把脸颊两侧的皮肤这一块的肉推起来 就是嘴角轻轻的给它推起来 然后吸好气说 咚咚咚 发哺 如果你直接说咚咚咚 会有一点紧啊 我们来说 咚咚咚咚咚咚 发哺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发哺 然后让它连起来 要让你的腰腹部的力量 给它进行一个支撑 然后这个尾音要怎么样去做呢 要 先收声 你的肚子这块 然后再放松 然后再放松 好吧 来我们现在打都啊 最后一步是把打都应用在歌曲里 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去要求呀 因为你可以通过打都让你的整个旋律熟了 也能够让咱们的一个换声点 包括咱们的音域进行一个扩展 因为像很多时候啊 有可能你去做这个 你去做发声练习唱歌的时候 这个音你达不到 但是呢 你去打都你就能达到了 感觉到不了眉心 这个就是声音的一个位置 位置问题啊 我们就感觉你的声音 是能从眼睛里出来的 好吧 来我们用马依拉这个 先来练一遍 准备 提前吸好气 我速度不会太慢的 速度太慢 大家支撑不了 好吧 来预备走 这两句跟得上了吗 这个啊 跟唱歌是一样的 你也要去换气的 如果不换气 那肯定不行啊 来准备 再来准备 再来一次 速度稍微起来一点 你要让你的这个气息 打肚子这个气息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 那准备再来一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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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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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给同学们演唱一下这首歌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 草树花香开满枝头 每当我孤独的时候 就想起家乡一草一木 哦 宝树 家乡的红宝树 而是我爱过的恋恋 现在你身在何处 红宝树 家乡的红宝树 每当我孽月 你是否依然花香如骨 会唱的可以给老师一起听一下 一起唱一下模糊 是感动模糊 还是老师唱的模糊 家乡那棵红枣树 搬着我曾住过的老屋 游过多少童年的往事 系着我曾走过的路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 走树花香开满枝头 每当我孤独的时候 就想起家乡一草一木 就想起家乡一草一木 哦 宝树 家乡的红宝树 而是我爱过的恋恋恋 现在你身在何处 哦 宝树 家乡的红宝树 啊 是我想在模糊吗 哦 宝树 家乡的红宝树 家乡的红宝树 而是我爱过的恋恋 现在你身在何处 哦 宝树 家乡的红宝树 原来我做几岁月 是否依然花香 同学们 刚刚是老师非常模糊吗 现在怎么样啊 现在怎么样同学们 看不清 对焦那个可以拧一下 我这里看的是刚好的 现在怎么样 还是模糊吗 哎 我这里看的是刚好啊 镜头模糊 现在呢同学们 现在还是模糊是吗 很模糊 稍等哈 我自己 我这边扫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更模糊 从唱歌开始就模糊了 哦 我看到了 怎么这么模糊 同学们我现在退出 我重新进一次 好吧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现在我退出 我退出重新进来一次 大家点一下屏幕上的立即观看 好吧 现在好了是吗 哦 我看到了 现在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同学们 现在好了 不模糊了 OK 那我们继续啊 那么刚刚的杜娟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 刚刚大家都应该能 虽然镜头模糊了 但是能听到老师演唱吧 同学们 刚刚虽然镜头模糊了 但是能听清杜娟老师演唱 是不是 这首歌在唱的时候呢 就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来演唱的 包括像我们第一句的这时候 假象那棵红枣树 搬着我曾住过的老屋 就是一个完全放松的 你刚开始唱的时候 可以运用一些气声 气声是什么样呢 刚开始就是叹着气 假象那棵红枣树 搬着我曾住过的老屋 好吧 这首歌在唱的时候 大家要轻松一些 那么在唱歌之前呢 咱们还是先来要做发声练习 第一个呢 是一个咱们的一个声带平衡训练的 爆发力训练的一个发声练习 要让咱们你放在这儿之后 感受到声带的震动 感受到声带的震动 我们发一个 吸好气发 棒 棒 棒 来跟老师一起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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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着独猎老师一起啊 准备 吸好气之后 声音饱满的立起来 准备 吸气 口腔熟起来再来 有没有同学啊 跟这次对边老师 我们每节课练声 感觉自己的音语 稍微的开了那么一些呢 练声啊 是学习声乐 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 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 千万我不允许有同学说 哎老师我练声不练了 等一会儿你讲 你讲交歌的时候 我再来怎么还不交歌呀 千万要练声啊 你如果直接唱歌的话 咱们一遍一遍的去唱 你唱几遍 唱十五遍 二十遍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去做发声练习 好吧来准备啊 声音饱满一些 你要感觉你的 内口腔打开声音 这样出去准备吸气 播放松百炎 点双肥 感觉有爆发力的 再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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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的来 胸腔挂住 胸腔挂住 啊 这个啊 其实每一块都是有衔接的 还是你要控制你的肚子 其实控制肚子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控制你的气息 先收声 再收气 巴巴巴巴巴巴 再卸下来 好吧 来再来一条 唱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感觉你的肚子是一弹 弹跳的啊 这个不需要连贯 哈哈哈哈哈哈 来 你们看一下老师的肚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每一下咱都要感觉有一个弹跳的力量啊 来准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个吞咽的感觉 然后再往上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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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手动起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手 состо 啊 啊 啊 笑起来啊 这个声音像是 笑起来啊 笑起来 吓起来 笑起来 下行保持住 再来 笑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哈哈哈 脸吧兔子 位置不要变 咱们唱歌的位置不要变啊 尤其是在下行的时候 你要是感觉到依然是 依然是立起来的一个感觉啊 今天有没有跟着老师这两道旋律都唱下来的 今天都唱下来的 给多多老师打一个数字小一啊 今天呢咱们的 今天我弹的这一部分 这个音语给同学们稍微的开了一点 今天已经弹到这个啊 我们今天已经练声练到 小字二组的这个声F了 这个音 你现在你看你们可以试一下啊 我现在再给你弹这个 你现在再来唱唱 现在这个音是唱不上去的 你试试 来我给大家弹 大家来试一下啊 能唱上去吗 直接唱的话啊 肯定前期的话我们是有些困难的 但是呢 爬音一点一点的往上去练 都是可以的啊 那包括咱们的一个 小一可以什么点赞啊 那包括咱们的一个唇颤练习 更能够帮助咱们打开咱们的一个音域啊 来那如果能跟得上啊 直接我弹这个音音 因为能够唱完就太厉害了 给各位同学们点个赞 来现在呢 我们来做一个打鼓练习 这一次呢 更要对你的腰腹部后腰的一个力量 有要求了啊 我们来一个慢一点啊 不能唱得太紧 如果唱得太紧 你声音是憋死在这儿的 声音要流动出去 来我试一下 吸气 嘴巴嘟起来 如果做不到的啊 把你的嘴角两侧的这个肉 脸上的肉推起来 然后发 发呼这个音 来准备 我手这个动作 声音收掉之后 这是收声音 收掉之后 我的手到这儿了 你的气息才能落下来啊 来再来准备的啊 收起 再收起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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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啊 你要感觉 从你的两个门牙 到你的鼻尖 到你的眼睛 来再来准备的啊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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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掉吸息再来 收掉 收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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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要给的这一个力量 如果没有这一下的话 那么上边是后边这一排 你根本跟不出来的 来我们再来一个长的 快速 收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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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能够能够很深切的感受到 收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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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收脚 收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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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中 收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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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收脚 收脚 收脚